一頭一人 枕頭整臉 塗上金漆 搭配金色西裝皮鞋 真的就像銅像一般 最厲害的是 他光靠腳的力量 整個人坐在空氣中 有時候還只用單腳支撐 甚至長時間向後彎腰 吸引不少民眾圍觀 會覺得很厲害嗎 這個事情 會啊 會啊 很厲害 很厲害 有點恐怖的感覺 有點恐怖 但仔細看 行動雕像全程緊閉雙眼 只靠民眾投錢聲音 來判斷是否有人接近 但偶爾還是能發現 他微微張眼觀察周遭動靜 我看他完全閉著耶 他是靠聲音嗎 還是靠感覺 引導吧 只是街頭藝人 尤其像他這種 閉上眼睛扮成雕像 更是辛苦 這個其實有時候會遇到 要是 其實這說 這來說是不會影響到 街頭藝人收入 靠民眾打賞 因此打賞箱 一定不能離開視線範圍 但長時間面對觀眾 偶爾還會遇到 有人從背後偷襲 他們也有自保之道 我會上步 十分往後大概看一下 那如果他可能要伸手 碰觸的話 我可能就是 會手比一個就是叉叉 有女性街頭藝人張開雙眼 不扮成雕像 直接和民眾互動 更能確保自身安全 但若遇上天色變暗 街頭藝人也曾真的 被誤認為雕像 就怕突然有動作嚇到人 他們也有方法 街頭藝人帶來歡樂 但就怕遇上肢體騷擾 或有人拍完照 握手互動後 卻忘了打賞 但不管有沒有投錢鼓勵 民眾該明白的 是給街頭藝人的基本尊重 絕對不能少 這位黃宇芳 和俊惠新美食報導